再来看最新的消息是 缅甸的国会大选终于变天了 其实昨天我在看很多新闻的时候 我发现到说记者就讲说 缅甸的街道上面本来是很热闹 假日嘛 心态人很多啊 说没有人去买东西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跑去投票 投票率超高的 那翁山苏基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终于让他变天了 老实我想请问 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说过 他没办法选总统嘛 我就不相信军政府 那么容易叫翁山苏基 可以那么顺利的领导缅甸政府 我本人不相信 是的 我们的确看到在缅甸 他们因为在街道上 担心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大部分的商家都把店门关起来 其实不是为了去投票 而是为了怕 如果有什么动荡不安的话 他们会受到波及 所以他们把门都关起来 但门关起来以后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个整个投票的情况非常好 很高的投票率 对 大概估计 有人说是八成 现在目前的估计 应该是八成四左右 这么厉害 到八成五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 一个投票率 这个高的投票率 里面我们看到很平和 很顺利 对 没有事情发生 而更好的消息传来的是什么呢 更好的消息传来是 现任的总统吴登胜 他已经宣告他所属的政党 他所领导的政党 他们败选 他们承认败选 这一切承认了 对 他已经承认败选了 这个就是一件好事情了 也就是说他承认败选 等于是承认了翁山书记 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赢了 胜选了 现在的开票还没有完全完成 因为每隔三个小时 公布一个最新的资料 整个中央选委会的正式的公布 预计是在12号的那一天 正式公布 但是看起来翁山书记是胜选了 现在只是说他胜到什么程度 胜到什么程度 例如说他赢了70%还是赢了80% 我们上次有跟各位介绍 这个缅甸的选举制度很复杂 复杂的 政党好几百个 对 有93个政党 然后有6200个候选人 要选出644席 10分之1而已 对 644席里面有分下议院跟上议院 那么上议院是200 220席 下议院是440席 总共加起来664席 222席这样子 总共是664席 那么多的政党 那么多的席位 他真的可以难刮 至少五六成以上吗 有办法吗 我们有讲过 因为他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166席是属于军人的 他控制不了 不是军政府 是军人的 他已经没有25了 对 所以这个目前 也就是说全民联的发言人 他们说如果他们当选了以后 他们本身要进行修宪 可是我们都知道要修改缅甸的宪法 要得到百分之七十五的支持 我们台湾修宪也很困难 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军人控制了百分之二十五 那刚刚好 所以只要军人不同意 你说刚刚好是说你要拿到韩反对党 都支持你修宪 对 那这个难度太高了 好 所以而且你必须要拿到七十五 你才能够修宪 所以你要所有的各政党 全部都支持你修宪 你才有办法修 所以我估计这个修宪 这样的一个主张 比他不切实际 为什么他们说修宪呢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翁山书记 当时吴登胜 他们为了要卡住翁山书记 不让他有机会当总统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宪法里面规定 所以你嫁给英国人 你是不可以选总统的 你嫁给英国人 或者是你的小孩中有一个孩子 外国籍 是有外国籍你就不行 他的小孩是有两个都是英国籍 所以他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 可是他说他要做一个职务 比总统更凌价之上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才会说 现在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在缅甸他有总理 所以你如果在国会里面 我是最大的政党 他想当那个总理是这样吗 那我就可以当总理 因为一般来讲 在双手闯制也好 内阁制也好 基本上来讲就是 国会的最大多数党的政党 特别是超过二分之一的政党 他就有权力来组阁 来组政府 所以他是总理 因此他就可以任命各部会首长 可是问题是 免贵现在没有总理这个职务不是吗 对 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 这个吴登胜就也为了要卡这个翁山苏姬 不让他如果一旦他不能当总统 因为已经把他卡住了嘛 因为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是英国人 他不能当总统了 总理也没了 如果他在国会里面超过二分之一的办数的话 他当总理他不是就有权力了吗 他有权力的话也要把他卡住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 吴登胜就把这个总理废掉 就直接改总统制 直接改总统制以后 那就是总统任命部会首长了 这样的情形下就没有总理了 因此翁山苏姬就不能当总统 他就不能任命部会首长 缅甸的军方国防军 已经宣布他们效忠的是总统 是 那根本没戏唱翁山苏姬 他们效忠三军统帅 现在翁山苏姬又不能当总统 可是他的领导的政党赢得了大选 那他该怎么办呢 好 那有人刚刚我就说了 有一张主张就是说 弄一个过渡政府 过渡总统 等到修改宪法 我说这个修改宪法不切实际 因为你修改宪法要75%的支持 那吴登胜他们不同意的话 你军政府又不同 军方又不同意 那根本就不可能修改宪法 那就继续下去 好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好 没关系 所有的选出来的总统 也完全是听命于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就成为全民联的领袖 仿造什么呢 仿造拉吉夫甘地的遗孀 因为拉吉夫甘地的遗孀 桑尼亚甘地他本身就在于 他的先生过世以后 他出来帮他 他是国大党的党主席 然后他本身没有职位 但是全政府都听命于他 然后所以你看 部会首长由他来任命 他排定谁来当首长 然后最后那个傀儡总统就任命 谁来当部长 然后总统也是由他来任命 然后他们开会 就移到他家里面来开会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他这样来操作政府 可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能不能符合缅甸的体制 缅甸的军方能不能同意 我们也还在判断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翁山苏姬现在要证明的是 他要赶快让他的政府 能够解决缅甸的经济问题 因为缅甸如果经济问题 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话 那他要连任或是他的政党 就会直接面对挑战